欢迎面试 提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本节目由奎花魏康林 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未粘膜 止痛更治痛 再一次感谢奎花魏康林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亲爱的观众朋友 打开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的 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 8点到10点开通的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 帮您打一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 连麦他们 来看看今天 我们请到的几位 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 叶文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 沙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 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 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 看看我们四位情感导师 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 走出他们的情感魂魄 来 了解一下 这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我老公结婚有二十多年了 有两个孩子 我全是在家带孩子 但是我们之间总会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 产生了各种矛盾 我感觉不到他对我的尊重和认可 这是让我最不能忍受的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总会因为孩子闹矛盾 我特别爱孩子 但是我老婆总认为我是溺爱 在家里孩子什么都要听他的 我认为他对孩子过分严厉 这一点我也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有请对夫妻 有请 刘先生48岁来自广东 职员黄女士45岁 来自湖南 全职妈妈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老师好 好好好 您是让人特别钦佩的 谢谢 你看啊 资料上面说45岁 对吧 大高龄产妇 小闺女今年才三岁 这厉害了 这是赶时髦是吧 这么拼吗 是的 因为我更比较喜欢孩子 你喜欢孩子是吧 对对对 这个老大是儿子是吧 对 儿子已经19岁了 对对对 那你们结婚的至少20年 25年 25年 对 资料上面写的是全职妈妈 是指生完二宝之后 才全职的是吧 还是一直全职 一直全职 那你厉害呀 这么高危的职业 做了25年 没办法 因为他爸爸经常出差 然后孩子这块 就必须要靠我 就是做了25年全职太太 最关键是还 做了20多年之后 还敢再拼一个二宝 你当时想生吗 不想 是意外的吧 因为第一个孩子 跟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就太难了是吧 对太难了 行吧 其实我跟我老公 就是也算是有地狱的原因 然后双方父母也不同意 其实刚开始结婚那会儿 之前没孩子 之前我还是很幸福的 我老公也是很宠我 也很尊重我的 但是随着孩子的降生 问题就慢慢来了 之前我是有上班的 因为我没老人带嘛 就是全部靠我来带 我也是一个新手妈妈 很多不懂 孩子生下来以后 就是我也照顾到我老公 就怕他太辛苦 我就跟他分房睡了 就全部一个人承担 不管孩子的教育 然后生活 我每天要带着孩子 去买菜煮饭 只要他在家 他就帮孩子一切包办 帮孩子穿衣服 然后就是穿裤子 鞋子 这种毫无底线的宠爱 然后孩子慢慢长大 我也希望孩子就是说 学一些最基本的自立能力 历所能及的事情 自己来 但是他爸爸不肯 他爸爸说 为什么你什么都让孩子 来自己做呢 难道你不应该帮他做吗 因为我经常出差在外 回家也不容易 有的时候两三个月回来一趟 所以我觉得我 就是平时都抱抱孩子 都亲近孩子 给他做一些理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说帮他洗一下鞋带 还有就是孩子也比较小时候 特别是大宝的时候 他也比较瘦弱 小时候身体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他吃饭量 饭量不大 我就经常给他吃完之后 他觉得饱了 然后我再给他喂一点 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我平时 因为我也不在家 然后我一回来之后 我就发现他对小孩子 特别的严格 就如果是小孩 有一点不听他的 他就会吼啊 骂呀 所以说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作为我一个这么爱孩子的人 我觉得应该孩子 是在爱中成长的 不不不 你也不爱孩子 你就是理论上爱 因为实际上面陪伴很少 对对对 两三个月才回一趟家 但是我能理解 这个里面 他的别扭 别扭在什么 你是一个要熟缓的心理 因为不能赔 所以我要放开一些 你是一个是塑造孩子 另外有一些脾气 也是针对这个男人的 那在这样一个时代 哪个妻子都 丈夫两三个月不回家 心里都有点别扭嘛 对吧 虽然工作需要 客观需要 这些都能理解 都能理解 比方说就是孩子有时候吃饭 然后就是孩子就不想吃 不想吃我就要求孩子 我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该吃饭 不吃饭的话 就下一餐再吃 就不可以吃任何零食 他爸爸就是 当着孩子面就会对我发火 说你怎么会这样回事啊 你脸都不疼孩子 喂一下孩子怎么了 他不想吃你就喂他呀 而且当着孩子面说 你只知道啰哩巴说的 只知道凶孩子 因为传统的观念 老人家都是这样的 孩子一定是要喂大的 如果完全靠他自己去吃 你们俩的核心并不在这 他现在投诉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在孩子面前 你没有给予我尊重和权威 投诉的是这个吧 是的 并不是个方式嘛 就是你当着孩子 去这样呵斥自己的妻子 你想在孩子的心里 是一个什么印象 我妈 我爸不在的时候 有个权威啊 怎么突然那个 回来以后是这样了 孩子就因为爸爸 特别厉害他 然后我说他的时候 他就特别的不听 特别经常顶嘴 你知不知道爸爸就烦你 我也烦你 你一点都不疼我 什么都不帮我做 什么都是爸爸来帮我做 我讨厌你 你又不挣钱 天天真让你 什么都做不好 连照顾我也照顾我不好 最气的有一点是 有一次我老公出差 然后我 因为孩子半夜生病了 发烧 我带孩子去医院 然后我打电话 给我老公说了 我当时是 跑上跑下的 跟孩子挂急诊 跟孩子打吊诊 你知道我老公 当时是很着急 很关心孩子 关心完以后 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呀 他说你怎么回事 你在家里 就做这么一点小事 你都做不好 只是照顾孩子 你都能把孩子照顾生病 孩子经常生病 你怎么照顾的呀 天天你又不用赚钱 又不用一点压力 就做点家务事 就照顾一下小孩 你当时我听到 我这个心 你知道吧 就量到底了 在外面嘛 比较担心家里 也照顾不到他们 如果是一旦听到孩子 生病啊 经常生病啊 或者是拿磕到 拿碰到啊 作为一个父亲 是非常的紧张 那个情绪上面 会有爆发点 然后就导致会这样 理解 就是并不想那么说 但是那个环境下控制不住 对对对 对吧 是的 自从小宝出来以后 我也当初我也 我也想到过这个问题 然后但是控制不住啊 就是那种孩子 炉的这种心理 是控制不住的 一旦孩子有什么风吹草 都不定了就想到 你现在还用两地跑吗 还要出差吗 对 还要 还要是吧 对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就别再出差了 您回来陪伴小宝成长一段 好多毛病都改了 其实我老公是很喜欢孩子 然后就一直给我做思想工作 然后就希望我能生个二胎 他说这样大的也有个伴 但是我一直不同意 我一想到 我前面孩子这个教育成这个样子 我怕老二也出现这种情况 一直没有打算要 然后就是十多年以后 就意外怀孕了嘛 意外怀孕以后 我老公是特别特别开心的 但是我就不想要 然后他为了让我把这个二胎生下来 也就是一二再三地给我保证 就是说会不会那么厉害孩子了 就是孩子教育问题上 也会尊重我 当时他妈妈也 就是我婆婆也跟我说 孩子来到这个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上面跟你是有缘分的 我当时我也是考虑了很久 还是就打算要这个孩子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 十年十四五岁的儿子 对他即将到来的妹妹和弟弟 他是个什么意见 当时他 你们问过他的意见吗 因为我们家孩子 他有一点自私 他不喜欢有弟弟妹妹 他觉得就会分担他的爱 然后我们也跟他保证过 就是不会要二胎 当时有宝宝以后 我们不敢跟他说 就是已经孩子 已经到四五个月 大爸爸才跟他 就是私下跟他沟通 才跟他说 当时孩子反应是很激烈的 是很伤心 他爸爸也跟他沟通了很久 然后他还是同意了 同意后 但是他对这个来的这个妹妹 也不是说很喜欢的那一种 这是一定的吗 对 妻子不同意 口口声声说爱孩子 你说的爱孩子 对吧 对 儿子也是您的孩子 儿子也是极力反对的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成长 这十几年都是一个人 他是没有那种兄弟姊妹的概念 突然有一个 这样的生命出现的时候 对他的心理的冲击和打击 是极其之大的 对对对 妻子的感受你没有照顾 儿子的感受 其实你也没有照顾 你是端了一盘热菜上桌 就要给他们吃 在这个家里面 好像你是以你自己的主观标准 来定这个家庭的规则 你没有考虑家庭 另外两个重要成员的需求 是的 这方面 有这方面原因 但是我觉得 一个男人在家里作为一家之主 他有一些个人的意愿 一些愿望要达成的话 我觉得家里人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好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咱直接说出来 这家是我在供养 我是一家之主 所以我想做的事 怎么能做不成 你直接说不就好了吗 还有一个就是 他真的是个女儿奴 然后孩子出去 他也不需要走路 孩子要什么买什么 但是他对我的态度上面就是 觉得我花钱特别的厉害 他看不到就是这些花钱的地方 说我整天只知道问他要钱 这些钱花在什么地方 他不知道的 你直接说问题 来说吧 家庭这一块 开支这方面确实是 因为现在赚钱也不容易 然后我希望他能够节省一点开支 我这么问吧 你们家这财务制度是什么 就是我赚钱 然后交一部分生活费给他 就这样的 那为什么不是你所有的钱都他管呢 他说他要应酬 对 有很多地方要应酬啊 要什么的 因为他老是埋怨我 说没有买房什么什么的 我说在深圳买房是相当难的 咱们租个房子也挺容易的 何必去冒了个 去承担那个 所以实际就这25年来 这个全职太太在家里面是没有财权的 对吧 对 这才是问题的根结嘛 有些地方我也提醒过他 就是比方说有些时候该花的钱 不要去花 比如说他因为经常带孩子嘛 本来身体方面操劳的比较多 身体方面也会有 时不时的有些头晕啊 有些不舒服的地方 我说你可以去做体检 但是没有必要一年做两次 因为那个体检费也蛮贵的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 我觉得在40岁左右的话 一年做一次应该是足够的 最气的是 我每次做体检回来 他就是说 你看你每次就花钱去做体检 花那么多钱 你看你又没什么毛病 他就是这样的态度你知道吗 在他医生里就是 我要检查出问题了 理解 才是值得的 这个体检才做得值得 所以说其根就是在先生的心里 没有把他这个全职太太的价值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评判 就是你对他的价值低估了 而且在你刚才那个谈话里面 我还听到了就是 你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房子是吧 对对对 因为是在深圳生活 对在深圳 在深圳多少年 二十六七年了 对啊你二十六七年 怎么会没买房子呢 当初吧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职业的原因 当初的收入并不高 只够家庭的开支 然后把孩子养大就差不多了 只是到后面的时候 收入会高一点 我就觉得暂时还是先不要买房 我这么听起来是裸价对吧 对对是的 什么都没有 想要自己的房子吗 想啊 跟他说过吗 说过 然后他就说买房压力大 其实我们付首付还是没问题的了 但是他老说压力大 没必要 我们你看我们租房子多轻松 但是他没想到的一点是 租房子如果房东不想你住那里的时候 随时要搬家 随时要去找房子 但是他这块他从来不管 都是我在做 因为我还要照顾孩子 还要走搬家公司 搬房子 还要换个新环境 那老大这个学是怎么上的呀 他读小学 初中 然后高中 都是在深圳读的 你们是有深圳户口是吧 对 深户对 明白了 明白了 我不是说一定要房子啊 我觉得您的理念挺好的 就是我没房子 我租房子 轻松嘛 挺好的 就我认同这个理念 对 但是作为你的妻子 她一直想要 房子你没弄你不觉得有点愧疚吗 愧疚是有一点 但是我跟她沟通过很多次了 就是说咱们在深圳买不起房 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买啊 买了吗 其他城市买啊 但是她不同意啊 她一直说深圳的教育 如何如何的先进 如何如何的好 然后又说深圳的环境 气候什么的 更适合孩子 因为两个孩子都是那边出生的吧 所以他们 她就觉得一定要在深圳买房子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个人收入支撑不了这个买房子 你看一个家庭的开支多大 还要养孩子啊 我自己还有一些应酬 都需要花钱 你把你自己那些应酬 先砍掉 开支就小了 对 你知道吧 其实因为它是怎么回事呢 它和鸣接了一个大单子 你说它做了什么事啊 它就把这个大单子转让给别人做 然后自己跑去打麻将 转让给别人做 做得又不好 然后反攻 钱也没赚到 其实只要努力去做 是可以做好 钱也可以赚到 她就觉得住房子很轻松 你看我也可以打到麻将 我这些 我也不用自己轻力轻劳的这种 打麻将是 完全是应酬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就是 我把单子承包出去 转手出去 这也是我将来的一种发展方向 不可能全靠我一个人做 是吧 我可以转包出去 以后可以做更多的 更多的活 他就不理解 他就认为 你看你把事情搞砸了 把事情 钱也没赚到 自己还搞得那么辛苦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做一件事情 不是说一错而就的 肯定是有坎坷的 对的 这次我从这里跌倒了 我学到了经验 是吧 下次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但是他就不理解 他总认为说 好好的钱不赚 去打麻将 去干嘛的 什么事都不管 结果把事情搞砸了 他就是怨我 懂了 我都听懂了 其实如果我把它梳理起来 大概就是 一句话就够了吧 一个合格的全职太太 碰到了一个 不承认他价值的老公 这就是反差嘛 他今天要的 就是这个东西 他要的是 让你发自内心的 去承认他的价值 承认他对这个家庭的贡献 那我就想问嘛 你刚才说了 一个家里面的一个主人 对吧 对吧 男主人 对 想做一点事情 大家是应该满足他的 是你的话吗 对 没错 那我反问一句 一个家里面的女主人 想做一点点事情 能不能被满足 可以啊 肯定可以 买房啊 嫁给你25年 没查过你的账 你说打麻将就打麻将 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也听下来了 基本上就给你一个生活费嘛 对吧 对 然后您这个 每隔两三个月回趟家嘛 在家里休个假嘛 三五天嘛 逗逗儿子嘛 惹完事之后 您又出去挣所谓的钱去了嘛 料几个生活费嘛 儿子有人养 有人带 回来之后 有人给做好了饭 温暖着呢 对吧 情感投入 算您投入了吧 就这么25年下来了 您想要二胎 人家就那么不想要 老婆不想要 儿子不想要 您不也坚持要了吗 还是过这样的日子嘛 人家就提了一个要求嘛 其实我听明白了嘛 那些都是扯嘛 你要尊重我才是核心嘛 对不对 认可我在这个家里的价值 他找不到这种价值认可的时候 他一定做一个价值转化 那我就提一个要求 你买一个房子嘛 从他转述你儿子的描述来说的话 在这个家里你没有认可过他 所以那小子才敢肆无忌惮地说 你又不挣钱 你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这是一定的 咋办呢 过了25年了 老二还那么小 就要一个尊重 要一个承认 而尊重和承认 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觉得女性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不安全感 对吧 比如说为什么一定要深圳买一套房子 也许是说你这么多年 我都不知道你挣了多少钱 买了个房子 至少这个房子放在这 我踏实 哪怕我有些什么变化 带着女儿一起过 也算是个事 对吧 如果这个房子不买 你至少让我知道 咱家到底有多少钱 您的买卖到底做得怎么样 对吧 我得知道 对吧 我是家里面能用的是多少钱 我作为主妇 我好规划一下 儿子19岁了 再过几年又要结婚了 10年之后要结婚了 对吧 给孩子要不要准备一些钱 可能妈妈想的多 我就这么想 是吧 我就这么胡思乱想一下 供您参考 更多的你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叶环老师 我第一次听了先生这番话 才第一次听到 有人把贪玩 说得那么的理直气壮和 清新脱俗 哇 我在应酬 明明就是贪玩 然后我重点想问一下 这个姐妹啊 女士 你怎么那么好满足呢 在这个婚姻当中 谁是获利者 谁是损失者 应该她是获利者吧 她太获利了 其实刚才她获得利 赵老师都已经说了 她想做的 她想要的 她全都要到了 她想满足的 她全都满足 比如说她自己的财务 她自己支配 她没有受婚姻的束缚 我们刚才说到了 这婚姻 她一个人赚的钱 是两个人的 你居然她钱怎么用 赚多少钱 你都不知道 她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去使用 这跟没结婚有什么区别啊 她每个月给你一些生活费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自由 第二就是 她想要几个孩子 就要几个孩子 而且她基本 她除了出一点抚养费的话 其他的东西她都不用操心 而我们大家都是当爹妈的 我们都知道 除非一个人 他实实在在地去养孩子 他付出精力 付出体力 那才叫真正地去爱孩子养孩子 其他的 算什么呀 光拿钱算什么呀先生 你根本就不算对孩子好 所以刚才 您说的那种养孩子的方式 在网上有一种说法 你知道吗 很难听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叫诈师式育儿 就平时我除了出点抚养费 我别的我什么都不管 我只在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逗的猫 逗的狗一样 我去 心疼心疼我这个孩子去 其他平时孩子是 教育啊 生病啊 吃喝拉撒呀 吃春啊 冷暖啊什么的 这些我都是不管的 用不着我管 全都推到你的身上 这等于说 抚养孩子 绝大部分的重量 全都压在妻子身上了 他好自由啊 他真的好自由 我觉得所有的 已婚男人都会羡慕你先生 你已婚男人 在婚姻当中获得的福利 你全都获得了 但是已婚男人应该在 婚姻当中承担的责任 你全都逃掉了 然后呢 如果你站在他那个位上 你觉得你这辈子亏不亏啊 人倒半白 我连到职场上去 自由飞翔的滋味 我都没有尝过 我在家里还让人看不起 不光让我的丈夫看不起 还让我的儿子看不起 你想过这什么滋味吗 还有你女士 你干嘛那么容易满足啊 人要支不足 然后才进步嘛 对不对 我多说了 多说人家说我挑作 可是这是事实啊 女人呢 多爱自己一点 会怎样 怎么就那么容易满足啊 我说好了 谢谢叶老师 谢谢叶老师 珊娜老师 这哪是全职太太啊 这就是一全职保姆 甚至连保姆都不如 一年365天 全年无休 一天24个小时随时待命 保姆一个月还能休息两天 那她能休息吗 你给予她半分的尊重了吗 你们家如果请一个阿姨 你敢跟她那么说话吗 你就是仗着 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她不敢把你的孩子怎么样 所以你对她肆无忌惮 连经济大权都无法掌握女人 叫什么全职太太啊 真的是气死我了 但是我最生气的不是你 是你 不顾一切地嫁给了爱情 不顾一切地为了这个男人牺牲 照顾她的衣食起居 照顾你们的孩子 心甘情愿地为这个家奉献 到头来怎么样呢 连体检都要被说 你每天手心朝上管 她要钱的时候 请问你心里是什么词文 你一年买过几身新衣服 我们说现在 这个时代的婚姻 就早已经从来那种 圈养型变成了合伙型的婚姻 经济要共担 责任要共担 风险也要共担 所以女人如果没有这个 走出家门 说干就干的能力 不要在家做全职主妇 为什么现在她敢这么对你 因为你离不开她 你走不出这个家门 性格决定命运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你的命运就是这样 你如果想要像别的女人一样 像别的全职太太一样 你就要具备那个能力 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 就不要抱怨 今天就不要来到这个舞台上 你只配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明白吗 谢谢珊娜老师 陆琪老师 这25年你的行为 是很不合逻辑的 就你作为一个 丈夫也好 父亲也好 你所有的行为 在这个家里面的付出也好 金钱的给予也好 是很不合逻辑的 我看不到 你对于这个家庭 两个孩子有那么一点点 但一点都没有 这个两个孩子 只是你想要的 两个后代而已 对于你来说 他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真的是你的情感的寄托吗 你对他们真的是有情感的连接 和情感的责任吗 在你妻子这20多年时间里面 你付出了什么样的情感 看不出来 至于太太 我告诉你 一个家庭的权力结构是怎么样的 一个家庭的权力不来自于谁给的钱多 而来自于谁给的时间多 家庭的权力一定是来自于投入家庭时间最多的那个人 而不是给钱最多的那个人 你一定要把这个观点给扭转过来 你想要获得尊严 从这个号称或者看起来手握权力的男人手里面是得不到的 靠祈求是得不到任何的权力的 我认为你现在很多的时间是被过度消耗的 什么叫过度消耗 一个房子里面的地一天拖两次和两天拖一次 它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这叫过度消耗 而这个时间你完全可以拿来做更多的事情 我给你个方案 你去当育儿主播 你作为一个已经带大一个孩子的母亲 有二胎孩子的母亲 你是有足够的经验 当然我认为你知识不一定够 但是你有足够的经验 你补充相当的知识之后 你以自己经验分享的方式去当一个育儿主播 在家里就可以干 你可以挣钱 到了那个时候你在他面前 才是真正的有尊严 到了他那个时候 你才有底气面对孩子和面对所有的人 我很同意两位老师说的 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尊严都是靠自己争的 你在家里面 你说我付出了那么多 你是付出了那么多 但问题在于你没有为自己去争取什么 到最后你丢掉的不是一个老公的问题 你丢掉的是这个老公和你们这个家庭之间的连接 其实你到最后想一想 他和你们之间的连接 不就是一年之内20%的时间 和不知道百分之几的那个生活费吗 那像这样的连接 他还可以养活几个呢 琢磨一下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敏娜老师 我是不太能够理解 就你整个的这个状态 当你的大儿子在已经上了初中的时候 时间很充分 那个时候有想过出去工作吗 因为那时候孩子没住校 然后他中午要回来吃饭 就 你从来没有过我想出去工作的想法 我有想过 但是我老公也不同意 他说你年龄大了 然后以社会都脱节了 然后你出去找工作也没那么好找了 反正他说要不然你也照顾不到孩子 我们回来吃饭也没人煮饭 他们真的有那么爱回来吃饭吗 孩子们 我的女儿每天中午都是在学校吃啊 学校变着花样做 一个月就是没多少钱的这个伙食费 你们的孩子真的中午非得要回来吃这个饭吗 你通过在家做饭来给自己制造价值 逼着孩子们中午回来吃这顿饭 来印证自己在这个家待着是有价值的 但你的丈夫对你的亲密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生活里头 当你在抱怨说 这个男人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打破你的日常 照顾孩子教育孩子的等等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一切科学吗 对吗 你是在用什么样的经验在照顾两个孩子 你把两个孩子和自己关在这一个小城堡里 今天你的丈夫能够在这里很坦然 因为他知道你不具备离婚的能力 离婚的权利不是人人都有的 很有趣 虽然法律说每个公民都有自己选择 这个婚姻结束还是继续的权利 但你没有 你没有是因为你根本生存不了 离婚之后你想到我一个孩子都带不走 离婚之后我连个夫妻共有财产都没有 所以你跟这个人谈什么条件啊 你要求他为你做什么改变啊 他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姑娘 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 利用这个婚姻目前还活着 你的丈夫没有换掉你的一个过程里 赶快充实武装自己 能考的正考 能去学东西的地方学 不要觉得你的丈夫不会跑 谢谢米娜老师 我更觉得这个家庭像一个伪高中产 是被伪装起来的 她没有能力供养一个全职太太 那种条件的家庭 只是可能因为圈子或其他的原因 在追求一种比较浮躁的东西 我看到的大概是这样 其实对你来说更是一个倒逼 你就想一个命题 你说怎么办 你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失业了 她以后没有挣钱能力了 你咋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 所以这就是你的可悲嘛 这也是你25年最可恨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要让别人做全职太太 你要时刻给别人提供 可以重新出去工作的机会 那是她的自由 她爱你 她为你做全职太太 她今天说我全职太太做累 我就想去职场 那你做的第一个反应 要提供条件 让她重回职场 你得时刻让她保持鲜活的生活技能 学习技能 你得提醒啊 你都没有尽到这方面的义务 这是你可恨的地方 25年你废了一个人 她也自费嘛 你就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OK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老公 我觉得如果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都觉得过不下去了 我希望你有所改变 得到你应有的尊重 但是你从来没看到过我的付出 我要求不高 如果再继续再下去 可能我们也没办法再走下去了 在这个婚姻当中 我其实刚开始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刚才通过各位老师 点评老师的那个开导和疏通之后 我觉得有很多问题 我们是这个家庭是有很多问题 极端我们去解决的 所以我们好好的再走下去吧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老师 来吧 叶文老师 预测一下 我要预测 不如说我希望啊 我希望他们双出 因为先生最后呢 表现出一种领悟的态度 希望他们双出 好 刹那老师 他们只能双出 因为这个女孩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她 就如此不堪她也走不了 陆琪老师 双出是肯定双出 我只希望这位太太能够再走出去一点 尼达老师 还是离婚吧 然后再让先生以每个月5000到8000的费用 请她回来照顾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 这样的话 她不就又挣到钱了 又得到安全感了 男人也有人带娃了 所以女士就别出了吧 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所以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是吧 你看敏娜老师 一下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来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 请开门 别端着了 赶紧去吧 牵这手带到台中间 来吧 接下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可以请见证 来 老婆 这25年我没想过 你会遇到这么的困扰 然后我以为我很努力了 我以为我很爱你 很爱这个家 但是可能有很多欠缺 我们一起努力一下吧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两位 请回祝你们幸福 请回 请回 希望她那段话 不是应急 而是发自内心 如果真的这样就太好了 希望他们幸福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我男朋友相处了两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感觉她对我特别好 特别有耐心 但是最近几次出去旅游的经历 却让我很失望 我不知道我们还适不适合在一起 我感觉我的女朋友 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她总是看不到我的优点 每天都在拼命地找我的确定来说 一块出去玩 本来就是要开开心心的 但是每次都会不管额赛 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来哪里 有请就对情侣 有请 小张22岁来自广东学生 有请 小刘20岁来自山东学生 有请 同学是吗 对 对 大学同学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现在好了多久了 快两年了吧 现在大几了 大三 今天来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让他做出改变 我的天哪 这么年轻又想改造人 做出什么改变啊 因为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积极向上 然后又对我很有耐心 就很细心的一个男孩子 但是后面在一起久了之后 我就觉得他慢慢的就是不像以前那样了 就最近几次旅游啊 然后我就觉得他对我就是很敷衍 然后有时候脾气也不好 就是这样 说说吧 都发生了什么事了 他很懒 然后很喜欢睡懒觉 然后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要求他事情 他答应我 就一定会做到 就比如我 我们两个约好了 明天或者后天出去玩 我说早上起床 就是不要赖床嘛 然后就约定的时间 就是不要放我鸽子 然后也不要迟到 但是呢 他第二天起来之后 就是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 他都他不接 然后就是睡过头了 为啥 没有啊 我也就是晚了一点点嘛 因为我们本来那一天是要去 就是打算下午去 那一边的电玩城玩 玩完之后晚上再去吃一个饭 本来约的是九点十点那样子吧 然后后面我就睡了 差不多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然后我起床之后 他就一直在生气啊 我就问你为啥 你约的九点十点呢 你中午才起 我是觉得 因为本来就是周末嘛 放假 好不容易放假 想睡个懒觉什么的 一开始约太早 我也不是很情愿 然后就是想往后托我一下 那就直接告诉他 十二点钟见不就得了吗 对啊 但他不情愿啊 但是你后面还是有答应我啊 你答应我的事情 为什么就不做到呢 因为你一直那样说啊 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而且我起碗了就起碗了 他还要在那里生气啊 他一生气就生一两个小时 本来起碗了 也就浪费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 然后他一生气又生个一两个小时 那玩的时间又少了 那也不能全怪我吧 对 你睡觉这个睡懒觉又不是一次两次 你几乎每次都这样 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旅游 然后早上不是说好去看日出吗 然后我叫你起床你又不起 然后你就说 哎呀再多睡一会儿啊 反正又没那么快出来 结果我们到那里太阳都出来了 还看什么日出啊 那你回去睡觉就行了 旅游又不一定要一定要看日出 我们看日落还不是一样的 那我感觉日出的意义 就跟日落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太阳啊 而且我们 而且我们今天看不了明天再看嘛 为什么非就那个 而且你出去旅游 你自己那些大包小包的 带过去也很麻烦啊 你自己也有很多问题 为什么不想一下 你又说我东西多 我感觉我东西也不多啊 就是让你帮忙推一下 那些箱子 让你背一下包 你就在那里吵吵闹说 哎呀好重啊不想背啊 你是我的男朋友 为什么不帮我背一下啊 之前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然后反正我们本来计划好的 就是去五六天的样子嘛 然后他就带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差不多这么高吧 反正比平常普通的 还要大很多那种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一个化妆包 还有一个平时背的胯包 还有一个放行李箱上面的包 但是我们本来就计划要去五六天啊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 要带那么多东西出门 就是那些衣服啊 然后日常的那种生活用品啊 还有毛巾那些 我带那些生活用品 难道你就没有用过吗 你还不愿意推 那就不是懒吗 不是啊 我是觉得他带那个东西 没有必要主要是 因为你现在我们本来计划好的 就是去五六天啊 又不是要去很多天 然后五六天我觉得就 一人带五六套衣服就够了吧 然后他可能就带了有九套啊 十套十几套的样子 就是他平时睡觉 有习惯抱着一个小熊睡觉嘛 就是一个玩偶了 然后也挺大个的 差不多这么高啊 然后呢去旅游 我觉得他五六天的时间 也完全没有必要带一个熊 带一个玩偶出来啊 是是是 给占空间 不是 你知道那个熊 我每天睡觉都要抱着他睡 我不抱着他我就睡不着啊 我就是要带着他啊 也没有很占空间 就抱着他不行吗 我们不是要打车去酒店吗 那个酒店的位置离景点也远 离我们高铁下车的地方也远 然后呢过去之后 他那个行李箱 我怎么和你形容 反正我们打车过去 后备箱的位置放在一个行李箱 放上去就刚刚好了 然后我的行李箱 是完全没有位置放的 反正最后结果就是 我们打了两辆车 才把那个行李运到酒店去 才出去玩 你先别说我东西多 那每次出去旅游 我做攻略啊 然后订酒店 订高铁这些 你全部都让我来做 你自己就在旁边坐享其成 然后呢我订了那些酒店啊 或者高铁 你就开始说 哎呀这个酒店不好 然后这个高铁时间 又不对 那你又在那里讲 我也有跟你一块做计划吧 你就在旁边指手画脚 那叫跟我一起坐吗 不是啊那确实是啊 你我们去过去玩 你订一个 你说订一个早上出发 然后中午到了高铁 不是刚刚好吗 然后你订一个下午出发 然后晚上到了高铁 晚上到完之后 把行李送到酒店去之后 我们就没什么时间了 一天就结束了 要是早上出发送舞蹈的话 那我就多出半天的时间 可以去玩多一点景点 你现在说这么多当时 为什么你不定 我是觉得他做那些计划不太好啊 然后我就跟他提 提了之后他又发脾气 每次他自我做计划 他又推着我去做 然后做完之后 他做完之后又觉得我没有做 在那里说我 然后我要是参与的话 他又说我只会直走他讲的 那出去玩去景点 我想着那个景点的 那个水很贵嘛 然后我就想反正就两瓶水 你在外面买好了 然后背进去 有那么重吗 你又不愿意背 我的天哪 不是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很重要啊 主要是 你自己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喜欢丢三落四的 每次酒店退房 我都说了 把东西收好收好 不要到时候再回来拿 然后你就是要丢毛巾啊 要不是丢数据线啊 丢这种小东西 到时候还要回来拿 跟你讲个很多遍 你就是不放在心里啊 为什么你还会记得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大事啊 我跟你讲过很多遍 然后你就是不放在 不是一条毛巾是多大的事 姑娘 他不放在心里 而且很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啊 主要是他不重视你的话 对吧 对啊 我每次在讲话 要不就在玩手机 在大马上 嗯嗯 听到 听到 他又回过头来问我 问我说了什么 当然这生活细节 也决定恋爱的质量啊 对啊 这种东西也比较上 你们玩的时候玩得怎么样啊 能玩在一起吗 有些时候挺开心嘛 但有些时候 他就老是惹我生气 就有一次我出去 就有一次我出去 我当时没有洗头 然后我戴了一个帽子出去 然后当天又很热嘛 然后我就是流了很多汗 然后头发就打溜了那种 他就直接把我帽子摘下来了 就我在大庭广众之下 就是那么丑的形象 让我怎么做啊 就是我每次戴帽子出门 他知道我是没洗头的 但是他还是去摘我的帽子 然后跟我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摘帽子 确实不是什么大事情啊 而且摘就戴回去不就好了啊 为什么就非得揪这些事情 反正在你心里觉得是小事 但在我这里觉得就是大事啊 对对你再说一件大事 就是我跟他一起去吃东西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他会把东西就是第一口 最后一口都留给我吃 然后呢就有一次 那个东西关东煮嘛 然后他点了我 都是我喜欢吃的 然后我是在那里玩手机 做下一步的那个攻略 然后呢他就问我吃不吃 我当时就只 因为我的心都在手机上面 然后就没有怎么理他 他后面就把它吃完了 就不给我留啊 我觉得就是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为什么不给人留 我有问过他的 只是他没有理我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走远 就是完全可以回去再买多一份啊 没有啊 就觉得你很不耐烦啊 没有不耐烦啊 因为你之前就是 会把东西留给我吃 那现在就是吃完就吃完了 然后就吃完 那就回去再买咯 就是这种很敷衍啊 那我觉得你可能不想吃嘛 或者吃饱了嘛 而且每次你都不愿意哄我 然后我生气了就在那里 你看你也不讲话了 那些不管别的 你要是想吃 就再回去买一份不就好了 为什么这种也要生气 我就想就是要吃那一个啊 就是不想回去 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啊 我想让他变成刚开始对我那样子 那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幻想 你接受吗 就他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你接受他吗 那我就不愿意接受了 为啥啊 你会想着他以前对你的那个样子 然后现在他又那样对我 那我肯定不能接受啊 是 一会儿你问问三位女老师啊 看看她们这个 她们的爱人是不是从头到尾 都对她们这么好的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叶老师 来 刚才呢你说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 你是想改造它 改变它 姐姐劝你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概率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就问你她如果她就是现在这样子 她什么也不改变 你还要不要和她处 不要 不要 那你俩现在就可以分手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她 你知道很多的姐妹都说什么吗 说你要珍惜男生追你的 那大概是几个月 她追你追了多久 半年吧 你要珍惜她追你的那半年的时间 这可能是这辈子她对你最好的一段时间 那我再问一句 你觉得她追你那半年那是真实的她 还是现在让你不满意的这个她是真实的她 我觉得都是她 不 你一定要知道哪一个更真实 因为她最后她后来接下来的日子 她就会用那种真实的态度来对待你 你这样想用那个真实的她 你觉得哪一个是更真实的她 应该是现在的 对啊 你记着小女孩只在被追求的那半年 你是她的公主 剩下的时间你不是 她希望你做一个通情打理的女孩子 如果你不能够包容她 你最好也别浪费自己的时间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 谢谢叶文老师 谢谢老师 刘娜老师 与其改变不如欣赏 就她刚才说到那个 日出和日落有什么不同 反正都是太阳 就这一句话 其实我们在场的几位老师 我相信每一位老师 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 可能有的人觉得 就像你一样 那日出就是日出啊 那是太阳升起啊 那日落就是日落啊 那是太阳落下去啊 但她就觉得 反正都是这一个主体在升和降 有什么呀 所以这个观点 是她原生家庭 包括她成长背景 带给她的这种价值观 那这种价值观 你改变不了怎么办 那你就却会欣赏 欣赏什么 随性也是一种美啊 有的时候放轻松面对生活 不像你 可能什么事都有计划 什么事都有规矩 有的时候可能会 换一种角度去看待生活 会觉得发现生活 不一样的美好的地方 你可以试着去跟上她的节奏 享受一次 那今天看不上日出 好啊我们一起去看日落吧 那你们的两个人的感情 说不定就在那一次日落之后 再次升温 所以在恋爱当中 如果真的是碰到了 对方没有办法 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爱我们的话 而我又离不开对方的话 那改变不了 就把它变成欣赏 没必要折磨自己嘛 再给你揭露一个 恋爱的真相 男人在恋爱当中 永远都是在降温的过程 女人是在升温的过程 所以我们会一直揪着说 你当初给我的承诺怎么怎么样 是啊 我当时承诺的时候 我是真心的 但是日复一日的时光流逝下 我就是做不到啊 有必要对20岁的女生 说这么灰暗的事吗 让她提前知道也好 是的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陆琪老师 你想找个灵魂伴侣吗 你觉得她是你的灵魂伴侣吗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 跟你揭示一下一件事 就你们再谈一段感官的恋爱 但是20岁谈一段感官恋爱 不错啊 没有什么错的 你说 你能不能回到从前 男人的在热恋期 对于一个女人的好 就是三个月到六个月 而且终其一生 只有这一次不可复现 为什么 因为她是多种神经地质的 集中奔发 她当时对你的战友谊 嫉妒心 父爱 藏屁等等等等 就一堆的欲望 集中爆发 有一些女生可能 这样的感官是恋爱 她可能要个五年 十年才能醒悟过来 有一些女生就可能很快 像你这样 我估计你 大学毕业之后很快 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男生适合或者不适合 为什么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 你看到这个世界 你很快对于这个东西 就无所谓了 你现在只是没见过世面而已 但我还是那个意见 就是感官式的恋爱 在某个阶段 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 我刚才看到你们两个年轻人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担忧 尤其是你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丧 我觉得你不够有朝气 我觉得你有点目气沉沉 我觉得你才22岁的时候 你好像就停在某个地方 对于外出一步 对于跨出去一步 已经丧失了兴趣 这是我今天所看到和比较担忧的一个事情 就好像他一样 我担忧他什么 我担忧他被人过度满足太多了 到最后你就是被物化的 所有的 你面对所有的人的时候 就是你是怎么对待我的 你只有这一个衡量标准 你的衡量标准不是你是谁 不是你喜欢什么 不是你的内心有什么 而是你是怎么对待我的 那到最后 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物品 然后看你是每天擦拭我 看你是不是小心翼翼的珍视我 除此以外 你的审美在什么地方 你和人谈恋爱的审美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年纪我们谈一段 浅薄的感官的恋爱 好好享受就好了 这是一方面 但第二方面 我们对于自己的要求不能那么低 我们对于自我和人生的要求不能那么低 我们对于生活的要求不能那么低 就是你们从彼此身上 其实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他们说好深奥啊 没听懂 米娜老师 我没觉得这恋爱有多美好 我也没觉得你们爱上 对方身上有什么闪光点 我总觉得爱情这东西吧 就是除了谈恋爱的时候很浪漫 感官各方面得到极大满足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了解到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一些 可能会发光的地方 但你们没有啊 刚刚陆琪老师说 男人只有那个什么三到六个月嘛 事实上女人也是啊 都要是个人都这样啊 谈恋爱这玩意儿嘛 就是谈到一定时候浓度都降解 降解了以后 我们要学会面对的就是 我们可能在一桩稳定的关系里头 各自探索自己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因此变得更大更有趣了 但是你们也都没有开始探索外边的世界啊 你得到后明显不珍惜 你被得到了明显觉得自己掉价了 所以天天都需要来印证一下 你得到了还珍惜我吗 只要你嘴上说珍惜 行动上怎么伤害我都可以 我只需要你在嘴上不停的重复珍惜 而你也真的慢慢的被训练成了 我不太需要做什么了 箱子我可以不推 我可以挑剔指责她各种坏毛病了 我可以抢她的帽子破坏她的造型 因为只要我用一句我爱你啊 我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的确不珍惜她了 你也的确不被人珍惜 但是这个跟你们的恋爱进行了多长时间 我认为关系不大 而是因为你无趣 你认为一个女孩子最有趣的可能就是 我黏着男朋友啊 我跟她玩 我要她的世界都是我 你那找的不是个男朋友 你那找的就是个玩伴 就是高中手拉手上厕所的女同桌 然后你的男朋友现在是一个职员了 你还要求他24小时跟你黏着 恨不得你去卫生间 他都在门口站着陪你聊天 你哪里在要一个男朋友啊姑娘 你只是在要陪伴陪伴陪伴 所以你们两个人看似在美好的学习这爱情 但是事实上这一些事情跟爱情都没有关系 不管你们用日出还是用日落 还是用各种浪漫的美好的桥段 来粉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但你们都只是笨拙的学习恋爱而已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没有那么快乐 那就分了吧 如果两个人说我们可以试试看 调整一下我们的状态 找找我们应该怎么去经营我们的恋爱关系 而不是老撅着嘴站在那重复着问一个问题 你还爱我吗 你还像过去一样爱我吗 你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爱我 把这些废话问题扔掉 你还不像过去一样呢 过去的时候比现在还年轻两岁了 对吧 愿意调整的话就不要纠结于过去了 想想你们未来该怎么样一起前行 谢谢米娜老师 就是我总结四位老师的话 就是你们俩的爱情就差不多了 所以恋爱可以先不谈 我倒觉得你们可以开开心心的 努力的先学习学习 真的你们俩这恋爱谈的 你不觉得乏味吗 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 说我到这个景区里面 我背两瓶水 就省了一块钱 比那个 不 您真给家里省钱 您别出去玩啊 假节约 这是个事儿吗 咱心能更大一点吗 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 这恋爱谈得有点乏味啊 你们自己考虑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 把上回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也是很开心的 但是慢慢的就是伤心比开心变多了 然后我就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继续跟你在一起了 我希望你能更多的包容一下我吧 虽然我有时候脾气确实很差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 很希望你能在意我的 和你在一起 其实除了有烦恼以外 开心的事也有很多的吧 反正过程 总是有好有坏的 就我希望你看到的 不只是坏的那一方面 也有我和你在一起开心的那一方面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 咨询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预测一下结局吧 叶老师 我觉得刚才这个女孩好像给男生 下了个最后通牒 如果这样的话 她大概率她 还是双出吧 那说明最后通牒说明还有一次机会 是 是 是这么推测的 珊娜老师 肯定双出呀 没玩够呢嘛 男出女不出 有 不可能 她必须得出来 她必须得黏着她的晚饭 她还没找到新的寄托的方向 不是 她没找到新的小熊呢 是吧 来吧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吧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那些小熊 谁是最主意的 上次的回去 还没有 挺好挺好 挺好 我我我真觉得特别好 我是替你示範 就是一个女生说 我就脾气大一点 你就要包容我嘛 但是我有一点 我特别想跟你说 也要跟很多 像你这么大的男孩子说 二是出头血气方刚 你一定黑是黑白是白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后来我在想 我们年轻时候谈恋爱 你今天让我这样吧 我就不喜欢走了 摔门比你脾气还大 他不依然谈恋爱吗 现在变成什么 我就是不喜欢 但是我为了追到你 我为了什么 我答应你 答应你 我转身就走 第二天你还是等不到我 这不是更伤人吗 我是觉得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在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 在我们人生的春季的时候 就应该是薄发的 就应该是黑是黑 白是白的 人生在我们的眼里 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我说的也许不对啊 我供你参考 谢谢你 请回 本节目由葵花药业 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未粘膜 认准葵花魏康林 再一次的谢谢 葵花魏康林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要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